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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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 我是雨晨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要跟大家去讲一下 如何使用一些工具 比如说是相机内置的斑马线 那如果你有监视器的话 你还可以使用波形图 还有假色 来辅助你 实现一个正确的S-Log2的曝光 OK 首先我们要介绍一下今天入场的嘉宾 第一个就是斑马线 那斑马线我相信大家都在使用相机进行拍摄视频的时候 可能多多少少都接触过 那如果你拍摄视频 你的相机内把斑马线这个功能打开 那在画面中如果是临近过曝 或者是已近过曝的地方呢 就会有这个一道一道的斑马线出现 斑马线呢当然就是一个最简单 最直接的告诉你画面中哪一个部分 已经开始出现过曝的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啊 那除此之外呢 假如你拍摄的时候也使用了监视器 比如我现在面前就有监视器 那假如你使用监视器的话 也可以通过监视器内置的一些其他工具 比如波形图还有假色 来辅助你进行视频拍摄的曝光 那斑马线是需要设置的 那很多人以为把相机搬到视频拍摄的模式 然后进行拍摄 也许你打开了斑马线 它就有了斑马线的提示 就OK了 并不简单的就是这样子去使用斑马线 斑马线它有很多的设置 比如在索尼的相机里面呢 它可以设置一个斑马线的溢出的一个比例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相同的曝光下 如果去调整斑马线的数值 那我们会在屏幕上看到不同程度的提示 而且根据你使用的这个图片配置文件的不同 对同一场景内的曝光要求 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拍摄之前 就要记得设置好你的斑马线 比如我现在使用的是S-Log2去进行拍摄 那S-Log2在索尼官方的建议中呢 会要求你对18%的灰 也就是说假如你有灰卡的话 那对灰色呢 它会进行一个基准的曝光 在索尼的官方建议里面是32% 那假如是使用32%呢 我自己也做了一些测试 其实我个人觉得32%是有些欠报的 至于为什么索尼要在说明书里面 告诉你使用32%去曝光这个中信灰呢 那咱也不知道 咱也不敢问 那为什么我们在拍摄S-Log这种视频的时候 要非常注意曝光呢 大家都会觉得S-Log2或者S-Log3 它都有非常好的动态范围 那这么好的动态范围 是不是只是用相机内部的这个测光的这个系统 就可以辅助你完成正确的曝光呢 其实在很多时候比如自然光 比如均匀的自然光的环境下 的确你可以通过你的经验 和通过相机的这个内置的测光表 来进行一个辅助曝光 但实际上如果你要做到非常准确的曝光 那斑马线的使用是你如果手头 没有其他工具的时候的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见的是这个地方我拍摄的灰卡 那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一点点斑马线啊 只有一点点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见 我把它现在S-Log2的斑马线的这个范围设置到44% 45%加减1 可以看到这个边缘有一点点的斑马线出现 那在这个地方看到假色的时候呢 也可以看到这张灰卡的左半边是绿色的 那如何去判断假色怎么样去确定曝光呢 那这左边其实是有一个颜色的条的 越往上面越曝光越高 越往下面曝光越低 那可以大家可以看到画面中的这个灯 它完全是红色的 也就是完全过曝了 那绿色呢实际上就是一个最好的曝光状态 就是中灰色的曝光状态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斑马线和这个绿色 基本上在灰卡上出现的这个部位呢也是match 现在呢也就是说我们匹配了 我用这两种方法匹配了同一种曝光的程度 那我们现在再打开这个波形图 大家可以看到波形图这个地方是白色 这个地方是灰色 那这个一坨呢就是黑色了 那大家可以主要是要看这个灰色 那灰色这个地方呢现在就是在50%的位置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曝光是非常准确的 那什么程度才会导致S-Log2过曝呢 我们现在一点点升高ISO给大家看一下 一档 然后两档 三档 要我自己来讲呢 其实它这个地方还没有完全的过曝高光的位置 S-Log2的这个输出呢是有106%的 所以其实这条线 白色的这条线是可以一直向上突破到最顶 它还可以突破 sorry 给大家升高ISO继续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这条线还是斜的 但是我如果再升高一档 它完全变成一条平的线了 那这时候你超过这个地方的信息已经全部损失了 那使用别的图片配置文件的时候呢 其实大部分是不能突破100的 包括S-Log3只有90%多 个人的建议呢在拍摄一些普通的这种拍摄物体的时候 那你大概使用的我觉得是44%到45% 那这样子呢我觉得在曝光的时候呢 对中性的一个颜色是最准确的 但是实际上的使用的时候呢 还是要进行更多的调整 比如针对不同的肤色 那白人黑人我们亚洲人的肤色都是不太一样的 每种其他的人种里面肤色在同一个级别的肤色里面 还有更细的划分 那针对不同的肤色 其实在斑马线曝光的这个临界值的一个提示 也都是不同的 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建议呢 就是说尽量在亚洲人的皮肤下 在使用S-Log2拍摄的时候呢 大概在70%左右 那这样子你的肤色就会有一个相对标准的曝光 至于你说周围的环境里面 比如这个灯和这个灯 那我要怎样去保证它的曝光呢 其实理论上是不行的 那因为你曝光的时候 我们都有自己知道要拍摄的一个主体 你最核心的一个点就是搞证你主体的曝光正确 除此之外呢 你可能还需要一张灰卡 那我这地方有白灰黑还有这些颜色 其实你大部分时候只需要一张灰卡 那你可以把灰卡放在你要拍摄的物体附近 比如那现在的话 我就会把灰卡放在我的脸的旁边 然后呢你通过对斑马线均匀调整 然后去找到一个适合于这个环境内 这张灰卡的曝光准确的一个点 那这时候你可以用这个点来辅助你的这个主体进行曝光 另外呢还有暗部的问题 那大家都知道使用slog2的时候呢 你整个画面会变得非常的灰 那它其实也是给你一个更好的空间 让你去后期去调整这些光线的颜色 大家都知道噪点是源于你对暗部信息的提升 硬提升 因为你的暗部信息也许并不能完全被捕捉到相机里 这时候你又觉得暗部太暗 那你在后期的时候可能会把暗部的亮度提高 那这时候你提高的时候黑的地方就会出现噪点 所以我们在使用slog2的时候呢 尽可能的是把整体的画面往下压制 那这样子你知道在黑色的地方或者暗的地方 你如果不提升曝光反而向下压制的话 它就能最好的去控制噪点的产生 那刚才说到slog2的溢出呢是106% 在波形图上如何去观察它呢 那波形图你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我持续的增加曝光 这个白色的这部分到顶点的时候呢 它会变成一条平的线 而不是说变成一条像现在这样的斜线 那如果一旦它变成一条水平的线 证明它高光的信息已经损失了 比如像是这个灯 那无论你在哪一个位置 它都是一条水平的线 也就是说无论你的曝光去怎样的控制 实际上它的信息都是不能被捕捉回来 你也不可能看清楚这个灯里面的每一个灯炮长什么样 你只能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完全过曝的一个灯 但是这样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你在使用波形图的时候 其实是能看到画面中分布的物体 带给你波形图里面不同的形状的 那这些形状实际上是帮助你更好的保证你 到底画面中哪些部分需要更准确的曝光 需要你更加小心的去曝光 此外呢在使用slog2拍摄的时候呢 我还有一个建议就是降低相机内部对画面的锐化 那大家知道相机本身是对拍摄的画面会进行一点锐化的 那如果你打开图片配置文件 打开slog2里面有一个level level里面有一个细节detail 那你在detail这里面程度关到最低也就是-7 那这样子它基本上不会对你的画面进行锐化 这样子也能更好的保证你的画面不会产生过多的噪点 那我个人是建议不管是怎样的锐化都要放到后期来做 其实效果是最好的 那其实使用slog的这种配置的时候呢 曝光为什么很重要呢 大家也可以从我的这个色卡上能看得出来 假如你的曝光不准确或者是你过曝或者是你欠曝 当你恢复到一个标准曝光的时候 其实不仅仅是暗部和亮部的问题 颜色也会因为你的前期的拍摄曝光不准确而产生色偏 那颜色的色偏其实是在拍摄视频中最难以在后期恢复的一个点啊 曝光还是可以被控制的 但是如果颜色发生色偏 你如果针对每一个小的颜色去进行恢复的话 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OK那给大家总结一下 在slog2的模式下呢 使用斑马线去辅助你曝光的时候呢 就像我刚才是讲的 那也大部分时候呢 我建议大家设置到44% 其实这个时候的斑马线呢 它并不是提醒一个你画面中什么地方发生过曝的一个标准 而是说假如你知道你画面中哪一个地方的曝光最重要 那在你使用灰卡或者说是你已经设置到44% 那这时候刚好在画面中这个位置出现斑马线的时候呢 你就会知道呢这个位置你获得了一个比较好的曝光 那这时候你在考虑高光和暗部的重要性的时候 你就可以进行一些取舍 那另外呢假如有单独的人物出现 比如像现在这个状态 那我就会把斑马线的这个预值调高到70% 那假如你的肤色相对是偏白的 那你就可以设置的高一点 假如你肤色是相对偏黑的 那你也可以从50 60去进行一点尝试 此外呢假如你同时使用到了 比如说假色 波形图还有斑马线 那一定要记着在一开始拍摄的时候 就把这些不同的工具调整到同一个标准下 就像我一开始做的那样 那这样子你就知道在斑马线出现的时候 假色和有波形图都获得了一个相同的曝光值 也能更好的帮助你确定 的确这是你所要的曝光 ok 那我希望这个视频能够帮助到你在你使用S-Log2曝光的时候 能给你自己提供更多的一点概念啊 当然如果你觉得没用 我估计这么枯燥的内容你早都已经关掉了 所以非常感谢还看到这里的朋友 那假如你觉得我说的哪里不准确 或者是你有更好的曝光的方式啊 或者是技巧也请分享给我 我非常乐意去了解更多的有关于S-Log2 还有这些图片配置文件曝光时候的一些方法 那假如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别忘了一键三连把它转发出去 那我是雨晨 我们下期再见咯